我们这学期遇到一个大问题 这家伙你们认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相信你们都看到问题在哪里了 你们能够写一篇文章写得比电脑还厉害吗 那如果觉得好像没办法的话 为什么要学英文写作 这是免费的啊 你们办个账号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写文章了 所以我们来这边干嘛 你们觉得呢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为什么有AI的世代还是要学英文写作 人性化 可以多说一点吗 比如说这麦克风的那个 线就可以更人性化一点 没错 同学讲的没错 最重要的点是人性化 那什么叫做人性化呢 AI可以写出一篇单支正确 文法正确的文章 虽然它文法通常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那应该会比大部分人文法都好 AI不能做到的 是用文章跟读者产生联系 写作可以分几个层面嘛 最下面那个层面就是写出一篇单支文法都对的文章 电脑OK 再往上一个层级是写出一篇 会让读者想要读下去的文章 你如何用你的字句引起读者的注意 而不是像写出这种 其实有点像课本文章 对嘛 它就是把一些事实性的东西写出来 一个事实接一个事实 如果你只是要收集资讯的话 资讯就在这里 可是你会读得很痛苦 因为觉得说好无聊 我干嘛花时间在读这个上面 所以这是第二个层级 如何让读者想要读你的文章 再往上一个层级 如何让读者读完之后 觉得蛮有道理 或是至少会觉得说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这两分钟花得还不错 再往上一个层级 我们应该是 大学部应该是不会碰到 但是有这个层级存在 如何用你的文章 去改变你的读者 让他对一件事情重新解释 改变他的想法 改变他的内心的感动 既然 现在有这种工具了 第一层级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们这学期 课程设计也会有一些改变 我一样会帮你们改单字文法 但是会把评分的重点 放在第二层级跟第三层级 如何写出一篇 生动让人想读下去的文章 可以说有趣 但是有些文章不有趣 人家也是觉得应该要把它读完 也算 以及读完之后 如何让读者觉得 他这篇文章 你写的这篇文章 不是为了交作业而已 不是连篇屁话 而是好像真的有在讲什么 好像真的有想要跟读者 进行互动 进行沟通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课程设计 有一些改变 等一下会带你们看细节 这只是告诉你们说 这学期的重点 对略有不同 那另外呢 我也觉得写作是一种思考 有时候你是编写 你才知道你真的想表达什么 这个也是电脑没办法帮你做的事 你给电脑一个主题 它就劈劈把它写出来了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资讯都已经隐含在主题之中 但有时候我们在写的时候 编写会有新的想法 会有新的连结 这个是电脑做不到的 所以也可以把写作 视为一种史上思考的过程 通常这样去看待它 能够写出一些更有趣的文章 好 那跟AI写作相关的一个议题是 我知道有些同学 会用中文写 然后再丢给翻译软膏 帮它翻译出来 你们觉得这样子有达到 写作课程的学习目的吗 我上一堂课其实有把这问题 丢给AI问他的意见 然后他有归纳出几个想法 他归纳出几个想法 第一就是如果你的目的 只是要写出一篇好文章 工整文章 正确的文章 那当然Google翻译是可以帮你的 但是因为机器总是会有一些 不完美的地方 有时候它吐出来的东西 不但有瑕疵 而且那些瑕疵可能改变你的文意 最后英文的文章 跟你用中文想表达的又不一样 但最重要的还是说 你丢给Google翻译 那你就很难从这个过程中 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学写作当然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写出一篇文章来 一篇像样的文章来 但是另外一个目标是让你成为一个能够写出像样文章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是改变自我 不只是技术训练而已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态来到这门课堂上来学习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学期课程设计的部分 这学期的课程设计方针之一是增加一对一互动的机会 就是你们跟我一对一互动的机会 每一个人在写作的学期路上进度不一 所以藉由一对一讨论 希望可以打到更有效的教学效益 第一周简介课程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然后待会会把上学期期末考发还给你们 然后你们准备好了 也就是把你们一个一个点名上来跟我讨论 我们这学题上两个单元 一个是深论型文章 这是上半学期 这也是其中考等范围 下半学期我们上小论文 小论文其实教学重点不是文章本身 是如何去引用资料 然后列出你所引用的资料 我等一下再讨论 所以第一个单元就是从第二周开始 2月20号 那周会简介深论型文章 Argument Essays 第三周227放假 但是学校规定要以实体课程的方式来补课 那刚好我们系呢 在3月17 18号 礼拜五礼拜六 有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 那想说与其找一个 基本上不可能嘛 找一段就是两节课时间 大家都有空来补课 应该是不大可能 不如就请你们来到我们研讨会上面 随便听两场写个心得 就当作点名 所以心得本身不算分 当作点名而已 他是星期五星期六整天 这是三月第二周的功课 你们我讲解完深论文章 你们回去要想你们大概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3月6号呢 我们就来第一次的个人误谈 我跟你聊你所选的主题 你大概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写 然后我们来评估它的可行性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哪些面向 在个人误谈的同时 没有正在跟我讨论的同学 我会有一个活动让你们去做 下一次会讲到深论文章的关键之一 是你要去理解另外一个立场的人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懂得那边的人怎么想 你自己的文章就可以更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那一周的课堂活动 就是我会给你同一个议题的两篇文章 然后让你们去整理 然后写出一个大纲 然后去想说如果你站在这边 你会如何去回应另外一边 好 然后第四周的功课 就是你回去就要去写深论性文章 第五周3月13 你们拿我还没看过的文章的纸本 来找我 我们做个人误谈 我当下看你们写怎么样 然后一样给你们一些修改建议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一定是 还是文章的雏形 所以会有很多可以修改 或者是再思考的点 那没有正在跟我误谈的同学 你们就在下面继续努力的修改 并写你们的文章 下一周3月20号 你们就要教那个草稿 这个就是我会带回去改的那个版本 那课堂上我们就举办其中考的模拟考 模拟考几个题目全部都会是深论性文章 这学期的持交作业 我就不开放线上持交了 那需要持交的话 请教纸本到我的信箱 如果交太晚我来不及改 或是我来不及我没看到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要请你们自己注意时间 好然后所以3月27号就是我改完之后 我们一对一物谈 在下一周4月3号放假 但是你们那天半夜之前要上传订稿 然后第10周4月10号期中考 第10周4月17号检讨期中考卷 然后来介绍第二个单元就是小论文 一样你们的功课就是回去要选定 你们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好那小论文其实说简单一点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篇解释型文章 但是你每题一笔资讯 每一个fact都要有根据 都要有资料来源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单元的教学重点 是如何去引用资料 然后你如何去记录你所引用的资料 那个引用格式如何使用 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说 这个单元引用格式会是 大概会是你们大学四年或几年以来 就是最规模的一个单元 当你毕业典礼就是 拿到毕业证书的当下 你回顾你大学来时路 大概只有两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痛 一就是语言学 二就是这个 所以要有点心理准备 所以第十二周 十一周四月二十四号 就会开始教你们引用格式 回去的功课就是可以开始去找 你说你想要引用的资料了 再下一周会进一步教你们 如何在你的行文之中引用这些资料 然后功课就是继续找 因为通常应该是没办法 就是三两下就找完 再下一周五月八号 个人误谈 拿你们找到的资料 来跟我聊 这个就不用纸本没关系 你要用电子档 带来给我看也可以 我们来讨论一下你找的资料 合不合格 然后你打算如何使用 我们也是做一些策略性的讨论 那在等待的 或是已经跟我讨论完的同学 一样就是可以在台下继续努力写你这篇文章 所以五月八号回去的功课就是要把你的文章以及引用资料整理成一个大纲 在下一周我们再个人误谈一遍再讨论你你写出来的大纲长什么样子 等于是做真正下笔前的最后检视 确定没什么问题 你们就可以专心就是纸笔把它写出来 五月二十二号 一样带着我没看过的文章过来找我 我们来讨论你写出来这篇文章 哪边可以修改更好 五月二十九号你们要来交纸本的草稿给我 然后我们那周就看电影 六月五号就是我改完的文章跟你们个人误谈 然后第十八周六月十二号没有考试 但是你们要在半夜前上传定稿 所以我们这学期课程进度大概就这样 我自己掐着也算好像有九次个人误谈 对所以希望是一个非常客制化的课程设计 好这部分有想提问吗 对所以因为进度就是一周接着一周 如果你某一周落掉的话 就尽快跟上下一周 好没问题的话我们来看Moodle长什么样子 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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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公告信的话 这边会有底稿可以上来查 然后因为我们这学期比较focus在写作 那个 直信的部分 内容的品质的部分 所以这边有几笔资料可以让你们参考 这个powerpoint通常是我会跟大一学生分享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跟学习英文有关的内容 基本意思就是学英文跟譬如说什么学历史地理不大一样 学历史地理就是老师说这个资讯是这个 然后你就把它记下来 但是学英文 不但老师告诉你这个要学 那个要学 老师自己讲话的方式 如果是用英文教学的话 老师自己用的语言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学习材料 学语言就是这样子 要用观察的 观察出 通常母语人士用这个语言的规律是什么 它的规律定型下来就变成规则 所以里面有几个跟什么单字文法相关的 就举例来让你们看到说 连文法的定义也是流动性的 既然它是流动的 你只能用观察看如何使用 然后在这个语境之下 这样子使用是什么意思 之后如果你自己要表达类似的概念 你就有这样的规律可以参考 说简单一点就是真正能够促进英文学习的 考试题型只有课漏字 前后判断 而且不是选择题 是填中题 这个是学语言的基本精神 好下一个单元关于抄袭 这上学期有给你们过了 所以没看过可以看看 Good English Writing上学期也提供过了 下一个这个档案是一本书 这是美国很盛行的一本 写作课本 大家版本一堆 现在好像到第13版了吗 还是什么 但每一个版本基本上核心内容都一样 有十个核心单元 你可以说十堂写作课 每一个单元都告诉你一个 可以要注意的写作面向 那我等一下会带你们看目录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概念 那有兴趣增进自己写作能力的话呢 这本书就可以自己下载 里面还有举例啦 然后有练习题啊什么的 这个很好的学习材料 好然后刚刚讲过这学期 持交只能教纸本 所以我的蛋糕是信箱位置 好然后我们中文上课 所以这个就不用 深圳型文章 我下周会发直本讲义 那电子档都在这里 但是我们下班学期上小论文 我就不发讲义了 因为内容太多了 就是我们学校有限制讲义一致 只能印五十页 有点不够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在课堂上讲 第一篇是范例文 但是他范例的地方不是文章内容 而是他如何引用资料 如何就是使用那个引用格式 所以可以让你们参考 然后最下面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觉得你这门课可能快要被荡了 这是一个自救的机会 但是你也不要想说 可以免死金牌 那前面作业我就不用做 这个东西 有点难度 就是真的是不得已 你再去使用这个 如果有兴趣回去研究一下 你大概会觉得 这个比两篇文章加起来还要难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这是一个最后 不得已的就是自救方式 那因为有这个东西呢 所以这学期我期末成绩就不调分了 也许有些同学有注意到 通常我的课呢 只要免死成绩达50分 我就会让你过 那这学期 如果你觉得好像不到60分 请你们写这个 就不要来写信求救了 我想到了 刚刚忘了讲这本书 好 就是这本那个美国很红的写作课本 它从第二到第十一章 是它的核心写作概念 我们简单带一下 第二个就是第二单元 Correctness 告诉你 连美国人写作 有时候都会犯错 就是这个单元在提醒你 你要用的那个单字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请你务必要去查 不要就是被相似的单字搞混 你用的文法句型 如果不确定的话 也务必去查 有时候句型常看到 但是未必真的了解它的含义 第三单元 Actions 这个跟第四单元 Characters 就要一起看待 即便你写了一篇文章 它是知识性的 它不是在讲故事 但因为文法是主词动词 Source 所以一定还是会有 Actions 一定还是会有Characters 所以你稍微想一下 你要讲的这个东西 真正的动作是什么 真正的变化是什么 然后拿那个来当作你的主要动词 所以这边这一张提醒你 是如果你一直在使用B动词 或是用have当动词的话 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代表说你是不是没有真的抓到 你想表达什么样的动作 第四个单元也是 如果你的主词一直是 一个动词的名词形式 或是一个只有虚主词 当主词的话 你要再思考看看 你真正想要讲的主题是什么 把那个当作你的主词 这个就回归到英文写作 基本精神之一 就是我们喜欢看到 具体生动的句子 如果你的句型都是 抽象名词 虚主词 然后B动词下去的话 读着读下来也会很累 因为都是抽象的字 要想说你真的想表达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英文有很多象征啊 比喻啊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的 在写一篇知识性文章 那就是把很多抽象概念 当作具体名词在用 就是一种比喻 但是读下来会比较好消化 第五单元 cohesion是连贯性 coherent是整体性 连贯性一直是说 你上一句要接下一句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上一句写到后面 用什么样的名词 或是概念结尾 你可以考虑把那个东西 当作下一句的主词 这样子就会连续下来 不会有那种片段的感觉 那连贯性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没有统整性的话 你开头开始写 然后每一句都很顺 但是你写到结尾发现 怎么跟开头讲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提醒你统整性的问题 就是小心不要离题 那他这边讲的是句子跟 段落的统整性 他到下面第八章会讲 整篇文章的统整性 规模上有点不大一样 第六章emphasis 他拼错了 应该是ph 强调 那当然我们要强调的话 最简单两种方式 一个是写那个分裂句型 it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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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第二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很丑 而且会打扰读者的 那个阅读的节奏 第二种方式就是 你要强调的东西用谐体 这样子下来 如果你通篇都是谐体 读者会觉得很烦 所以这一章要告诉你的 是句型本身的安排 也有强调效果 你真的想强调一个概念的话 把它放到最前面 或是把它放到最后面 阅读经验也是一种经验 我们人生中经历的事情 通常就是开头跟结尾印象最深 中间都就是晃过去的 锐读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强调什么 放最前面或最后面 第七章 Motivation 动力 这个就是节奏的问题 如何让读者想要继续读下去 觉得好像你没有在脱拍 就没有好像在就是 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话 没有在脱死狗 没有在就是鞭尸 而是真的有在讲内容 的感觉 第八章刚刚讲过 第九章 Concision 精简 这个就是第二章 Correctness 然后再加上 去掉融词最字 用最少的字来答意 如果可以用一个字 就不要用五个字 好 然后从第十章开始 就有点抽象 第十章 Shape 讲的是你巨型的对称 没事的话对称比较好 但是为了达到一些目的 可以把这个对称性破坏掉 有时候需要头重脚轻 有时候需要脚重头轻 看情况 然后第十一章 优雅 什么叫做优雅的句子 作者在这一章 直接告诉我们说 他也拿不出一个定义来 但是他读到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你讲 这句优雅还是不优雅 所以这一章 大部分是以举例做教学 我可以观察看 我自己是觉得他想讲的 其实是一种诗意 我们都上过文学课嘛 都读过诗了 读诗就会强调什么 押韵 隔绿 异象 什么什么的 通常我们读散文 比较没有在看那些东西 但是毕竟还是同一个语言 那些东西都还存在 如果你在写散文的时候 散文体的时候 也能够顾及到这些元素 读者读下来 也会觉得更顺畅逾越 好 那这本书里面 就有很多例子 很多练习题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翻阅 提示 请大家订阅 都要开 不久 多数字 我再次用大说 语言 感谢观看